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去尼泊尔其他地方的一个巴士 你知道吗其实整个尼泊尔是比较贫穷的 因为它的人均GDP大概只有印度的一半左右 但是呢它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始游历整个尼泊尔的地区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将感受一下1000人民币 到底在这儿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旅行的体验 首先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坐的这个巴士 单是一个VIP 先来看一下一下啊 看到吗这个真软啊 所以现在铁子们来拆一下我们乘坐的这个VIP大巴 到底多少钱六个小时特程啊 123公布团吧 第一笔支出52块人民币 出发吧 随处可见佗塔 真漂亮啊 毫无度断成分铁子们 这路实在是太难了 你们看这里 尼泊尔真的是一个车祸高发的地方啊 你看这个车撞成啥样了 两个车 我的天了 因为它的路啊三路居多啊 而且特别烂 再来看一下这边看到没了 这路都是这么陡峭的 一出城就是这样子 看着真的是单词有个危险 这是发唾的吗 这是什么 来来来来来 是这样吗 OK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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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哎呦 这个山路啊 我的天哪 我去喝杯咖啡吧老婆 How much? 我没看到 320 哇 有点小贵哦老婆 是现炸的吗 是现炸咖啡汁 没问题 300 300啊 哎 这是多少 哦 sorry sorry 哎呀我真的 不你这么节约预算不应该啊 我没有我没有 午餐时间 OK 这就是他们的服务区了 又到了铁子们最喜欢的 中午吃饭环节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服务区 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走吧 走吧吃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吃些什么好吃的 自己拿个盘子自己装 哇炒饭炒面 还有这些什么 来两盒炸的吧 再来一盆土豆吧 再来两条鱼吧 这样子会花到多少钱呢 不会被敲吧 How much 500Ruby 500Ruby 这么贵啊 5500Ruby Yes everything what do you want to like 哦 这个服务区啊 这个肯定的都够便宜 我已经后悔 拿了的话 就不能装回去 算不算 How much 500 150 150 现在我跟你讲到尼泊尔大家都用手抓 来铁子们先吃 吃点这个 这个超好吃 我尝一下 哇 炸蔬菜 吃条尼泊尔圆汁和里小鱼 哇 真鲜啊 给你们先吃 嗯 头不好吃 我先咬了 越吃越觉得不划算 我也是越吃越伤心 吃个 吃饭 嗯 呃 excuse me how much one perso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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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702 ok oh 哦 我们很快去到目的地了 你看我们这过去一路全是原石丛林 水铁这么紧灾 我们到了目的地,要去看是吗? 这里刚下车,就有那么多拉生意的 刚供那个哈,才900块钱,好便宜,50人民币一天 但是我自己哈,想去随机找一下 因为现在是铁子们最喜欢的什么? 酒店开箱环境,走吧 现在我们就去准备寻找宾馆的路上 我看了一家非常不错的宾馆 顺便哈,带来揭晓一下我们现在的目的地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奇特邦的国家公园 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凶猛的野兽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过来看凶猛的野兽的 这条路里面似乎隐藏着很多的宾馆呢 我去,这怎么走到别人的农村里面来了? 我觉得你有点不靠谱,这怎么拿去啊? 不是啊,这显示着这里面有一家超级TV的宾馆呢 走吧,再往前走吧 老婆不要怀疑,路就在前方 看到没有,我们的酒店就在前面 这个愿景图看着怎么样,还不错吧? 还有这个我喜欢 那边坐下来,你有个房间吗? OK 你首先想看房间吗? 是的 哇塞,这里面真有别人一番冬天 老婆,你不用再怀疑我的眼光了,对不对? 哇哦 是电子门 哦,也可以 哇,还有空调 OK 天呐,这里居然还有干湿分离 太棒了,马姐 真的 这里还有另外一间 这间看着复古一些 这间房间还有浴缸 看着我好紧张啊 nice how much one night? one night I can give you 40$ per room 最终啊,我们又拿出我们的必杀计 他最后给我们扫到30美金 再包含早餐 210 老公,你这个不靠谱的帽子摘不掉了 我整点性价比啊,走走走 咦,在招呼我们了 这家看着靠谱 哦,这个看着就靠谱多了 顺眼多了 走 哇哦 这家还不错诶,可以 一夜,如果你住在这里 1200$ 今天晚上1200$ 啊 不,2400$ OK 2000$ OK 2000$ 2000$ 2000$ OK 2000$ 2000$ 20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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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么爽快 就这家 我感觉他 我感觉他答应的太快了 又这么少了 OK 早上一来这阳光 哎呦,天呐 舒眠啊,来多舒服啊 早上醒来阳光和你都在 这就是我要的未来 这就是奇特王这个小镇的主街了 我们到这里来逛逛吧 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 这是什么鬼 我的天呐 广告打到这儿来了 太神奇了 哇塞 这个街的镜头竟然这么漂亮 我的天呐 好舒服啊 新矿神医的 对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吧 走 这里 哇 哇 哈哈哈 Thank you 干一杯了 原汁小麦饮料帖子们 这么漂亮的风景 来 干杯 哈哈哈哈 啊 哇塞 天亮是这么早的吗 走老婆坐这里 听听是禅叫丛鸣 哦 哦,空飞 来 嗯 来那个 哦 英式早餐 哦 Thank you Enjoy your great class 啊哈 Thank you 今天早上我们那么早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吃完这个美式早餐之后 我们要去跟那些洪水猛兽见面 哈哈 一会儿向导就要来接我们 这一次啊 我们可以花了大预算的 我们花了我们40%的预算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 今天的费用是什么 400块钱 值与不值 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再说吧 嗯 来铁子们 先吃 哈哈 这是我们的向导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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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黄包车 我们有黄包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会说中文 一定的 哇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动物对吗 啊如果運气好的话 好 哈哈哈哈 早上的齐多 典型的沙漠洩火 好冷好冷 早上这么早就推下了 哦 很好听的这个声音哈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旅行从这里开始 哇 看到前面了吗 我去你们这么看过去 有没有点非洲大草原的感觉啊 哇 我们坐船过去吗 对 好 这个板垫有点意思啊 你看到没有 嗯 这个船有点危险 你看就这么大一点 小心你们的手 好啊 不放在外面 好 会有鳄鱼 对吗 有有有 我的天哪 我们在河里有两种的鳄鱼 一个是长嘴巴的 一个是短嘴巴 在这个河里有短嘴巴的很多 长嘴巴的呢 他们就去鱼 他们不去饶 短嘴巴的会刺人 对 天哪 那就是个鱼对吗 对对对对 那里那里看到了吗 我看到 我的天哪 小心 这是长嘴巴的还是短嘴巴 短嘴巴的 短嘴巴的 很危险 天哪 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呢 在英文叫 oley neck stroke 在英文叫 在英文叫 那个 再往前看 哦 孔雀了 孔雀 这个 oh my god 这真是个动物大观园 那太有趣了 对,孔雀 老婆注意注意注意 这有鳄鱼 老婆注意 这里这里这里 看到了 这么近 我们的好近 那些鳄鱼都在等待他们的早餐对吗 对啊 哇塞 这上面很漂亮 两只翠鸟 真美啊 看到了吗 我的天哪 前面又看到鹿子了 这太帅了 鳄鱼了 鳄鱼和鹿子 鳄鱼在有的 鳄鱼在右边 鳄鱼在那儿 那儿动 哎呀 你看鳄鱼 鳄鱼发现早餐了 Black first 我的天哪 这么多鹿子 太羁押了 真的 他们在等着渡河呢 什么 河当中有很多的鳄鱼 这家族好大 哇 哇 好活泼的鹿鹿啊 你知道吗 这两边哈 就像表演的舞台一样 我们就走在中间 看着大自然津津津的表演 就做一首美妙的吊响 对 那个 微信 还这样 好 嗯 现在我们的船上巡游就结束了 哦 怎么样 足够刺激吧 非常好 非常好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 对 对 这就是 人家的家 不是人家的家 好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走 还有看 如果我们捡到那个 新鲁的话 也是小心的 离它远一点对吧 我们远远的一点 我们小心找一点靠近 我们出发吧 好 有时候踩在树上 哦 你可以 呃 也许吧 也许 哈哈哈 哈哈哈 OK 成绩给你来 现在我们都在丛林里面了 时刻保持警惕 越走越深入了 哇 你们看这个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么高耸入云 铁头 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猜一下 一 二 三 这也是蚂蚁窝 天呐 至少三四米这么高 这里有一个水源 哇 天呐 这不是犀牛角吗 真的 那有可能前面会看到犀牛 老婆你看这个角好大 38码的 对 穿过树林之后来到一片开阔的地方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看到几个路子看到了吗 这是犀牛 有什么 这犀牛 在哪里 在河呢 哇 天呐 那是梅花鹿的前面 他们相处好和谐 哎呀 我都有点语文伦次了 太夸张了 他走过来了 犀牛 哇 这天呐 好大一头 笨拙的身体 一摇一摆的 他前面有只鹿子 对 嗯 有两只鹿子 鹿宝贝 哇 太乖了 嗯 像老师他是跟人家在继续 你看看看他在继续 再往前走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塔 这种塔其实是晚上过夜用的 但是这个已经废弃掉了 知道为什么这个塔要修在这里吗 因为看前面 这里是最容易遇到野生动物了 这是一块非常巨大的湿地 野生动物们就会到这里来栖息 连着冥想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活步啊 再走过这座吊桥 我们就回到文明世界了 早上就是一场不可思议神奇的体验 哈哈哈哈 布达你走了吗 对我走了 谢谢你布达 谢谢布达 布达 你是一个很好的向导 下午还有更精彩的那种 到中午了 我们这400块钱 忘了告诉你们 还是包含我们的午餐的 哦 对 享受你的妈妈 OK 谢谢 嘿嘿嘿 真的 尼泊尔的咖喱 比那个好吃好多好多好多 嗯 尝一个 嗯 超爽 这一定是什么老婆 走地鸡 哈哈哈 下午的旅行正式开始 第一站我们就是要坐这个独木舟到对面去看到了吗 老皮姐 嗯 看到那没穿衣服的老人家了吗 嗯 昨天也看到他了对吧 嗯 我想到了一个雌鸣双标这完了活 就是老外不穿衣服 就是好他妈帅 我们不穿衣服就是 好他妈没素质 哈哈哈哈 这船坐多少次啊 都没有什么安全感 还好很快啊 一步路就到对面了 渡过河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吉普特营地 在这里我们又会看到什么野兽呢 老婆上 那里 那里 每个人都在一起 对 我叫Siba 我叫Siba Siba Nice to meet you 现在我们已经开心胜利了 刚刚向导导告诉我们啊 他说如果说你这里手机掉下去了 我都是不会帮你剪的 因为在下面哈 就是野生动物的地牌了 行驶到更广阔的地方了 这里游泳很像非洲的大草原 你们看他拿出大象机来 肯定就知道有大火 一只小鸟 不好意思啊 哎呦 终于看到大火了 猴子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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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闹天工啊 看完猴子随手摘了点野果 尝一下来 来了哟 铁子 铁子哇跟你讲啊 这是剧情演绎哈 不要当真 什么都吃 只会害了你们 最多不过先吃铁子 我们开到了水边来了 一般哈 水边就是最容易出现大祸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 猎物要在这里喝水 猎手也要在这里捕食 我去大火终于出现了 路边的鳄鱼看到了吗 对 他正在乘凉了 难怪他说下面很危险呢 已经巡游了两个小时了 中途啊 这个国家公园居然有个休息点 那是个什么地方 这里是他们人工养殖的鳄鱼 据说这个常文鳄哈已经很少很少了 所以他们需要通过人工养殖来 来提高它的数量了 这个好像史前生物呀 我的天哪 所以说鳄鱼是恐龙进行绝对没错 对呀 哇 从这个角度看看 哇 哇塞 重新出发了 刚刚有一个很好玩的细节 你知道吧 就是太阳啊 一直晒着那小朋友坐的那个椅子上 本来是拿大相机的哥们坐在那了嘛 我当时就在想拿大相机的哥们 如果再坐过去的话 就当于上行一样 我还正等期待他坐 他把他儿子调过去坐了 结果他肯定给他儿子讲 他说我坐过来肯定有更多要拍的 再给你们讲个细节 大家现在有多绝望 前面拿大相机的哥们哈 现在连相机都不夸了 他放弃了代表 真的 终于 在行驶了四个小时以后 我们捕捉到了大祸 看着没有点顿 犀牛 犀牛犀牛 他在那吃草 你看 我前面的哥们已经驾驚就速地挂起了相机 说明他没有放弃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然后你们注意到没有 犀牛真的是出现在这边的 他终于可以给他儿子一个交代了 再往前走啊 今天行程就快结束了 你看到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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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熊 哇 终于大祸出现了 熊来了 哇 这样看得更清楚 谢谢 我的朋友 哇 酷哦 哇 哈哈哈哈 哇 现在一切已经结束了 也落日了 好漂亮啊 做完了吗 哇整天好的 走起 哦 双口看得不错呀 这个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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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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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是神奇的体验 哇 他身上有些伤疤耶 哇 他身上有些伤疤耶 不然还是魔脚 估计还是有点痒 想把他抠抠 我操 除了犀牛 你看我又看到了什么 大象 太神了 你看 那犀牛还在前面呢 哎老婆看这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也太神奇了 哇去 一出来就遇到大象了呀 真可爱呀 今天啊 我们将继续出发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预算 老花 没有花完 所以今天 我们将到达整个尼泊尔最出名的一个城市 好 准备出发吧 把铁出来 哦 你们看哪里走在前面 有没有点最后的生还者的意思 这一路走续续在那路上真漂亮呀 哦 Namaste sir which one which one oh this one ok 放了包还有点时间 喝杯茶吧 Namaste sir you can have two cha Mansalati Yes 多么漂亮的环境啊 老花 又开始新的旅行吧 呼呼 喝完这杯子干 这个去柏嘎的路啊 一如既往的牛逼 哎呦 刚刚那一下抖的真的没有入到 直接头撞到这上面去 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终于到达柏卡拉了 我的天哪 哇了哇了哇了 Yatty Thank you 现在我们正走在去宾馆的路上 咦 这有神牛味 过去再看对面 真漂亮啊 这个柏卡拉哈 不愧是啊 全尼泊尔最悠闲的城市 It's ok Alcohol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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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喝点酒喝不喝点 喝点水 来 那这给他吧 要不万一要 ok 这哥们一看就是个烂酒鬼 你知道吗 他头上还有前几天摔的 我们现在快走到酒店了 你们看这居然有这么漂亮的酒店 必须的呀 我跟你讲啊 我今天订的好像是一个惊喜 我们预算还是那么多 现在已经走到我们的宾馆了 你自己看这个油品味没有 这个不吹不黑吗 哇 哇可以 哇这个 哇很nice 对 怎么样 你老公也忘了可以了 Ramro Ramro 再看一下男团女团的 颜值 这下就到帖子们最喜欢的环节了 拆价格环节 给你数三声 来 一 二 三 三 48块钱 你们猜对了吗 哇 你这是越来越会早了 老公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听哪个 好消息是不是 好消息就是我检查一下 发现这是没有尿质 太遗憾了 坏消息是吗 坏消息就是 但是 这里有口香糖 现在我们已经放了东西出来了 我们准备来逛一下博卡拉这个城市 你看我前面这个建筑 是不是有你们在日本现在 这里作为当时西皮寺之路 必经的一个点之一 一直都是西皮寺的天堂 诶 这里有只狗狗 诶 狗狗蛋 乖乖 再往前走 我们就来到了博卡拉最出名的一个地方 知道为什么博卡拉那么的漂亮吗 就是因为博卡拉有一个著名的费瓦湖 现在来揭晓一下吧 走吧老婆 我们沿着这湖边上一下步吧 湖边看到一个魔术师 他想怎么变呢 他想怎么变呢 我来了 我来了 吹一口气 哦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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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一天的车了 好像有点饿了 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典小吃 嗯 Namaste 不卖了 嗯 我感觉她是在做藤館 应该是应该是 你要把东西放在那里 其实刚刚那大姐就是卖的印度的 我们常吃的那种球 所以突然有点想念了 这下也有卖它 Namaste 好 好 spicy supersp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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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带里吧 这个加进去吧 吃 ok 不得意 来 铁子们哈 印度的东西就是好久没吃一响的 嗯 尝一个 嗯 嗯 我给你讲铁子们这个水不加 是完全没有精华的 再来一个 喂 我现在哈直接就建议你们 当场拿出外卖软件来哈 嗯 选择一家印度餐厅 直接点五个这个铁子 可是 你到现在还没有给甜吃 老外看着我们点了 还点了一个 How are you feeling 哈哈哈 今天晚餐的话 我们大概就这么对付了 一个人就是两块五毛钱左右 再转向这面 你看这里居然还有风车草坪 这里真的好不像尼泊尔 好悠闲哪 老公 什么 我看地图 我觉得前面有一个更不像尼泊尔的景点 什么 博卡拉迪士尼论 不会就是这个吧 我去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摩天轮吗 超市一版的摩天轮 这是无敌风火轮啊 老婆看到没有 走 博卡拉迪士尼 烂的 冲 跑马起弯 弯出去 弯出去 OK 老婆来 上来这里 这个太刺激了吧 哎呦 这个这么炫 抓紧抓紧 老婆这个不要掉去了 这个 真没门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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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看这风景 这么高啊 哎 哇 他把我们悬在空中啊 我这个体感 我觉得真的是到五分钟没有动 一直把我们悬在最顶上 我真的服了 哎呦我真的好夸张啊 都被他掉了 开始了兄弟们 风火轮超级 哇 真来了 这次真来了 这次风火轮真来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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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哇 再看看湖面 哇 我想到了一次歌老婆 世界的电影 谁知道 大人 已没有童谣 你看大人哪来都童谣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 这地板是摩天轮 我乘死了 我习在鼻子 我习在鼻子 小黄毛 摩天轮玩错了 至重感 我去 啊 啊 我手心都裂出了 啊 啊 我看到他在下面只顾手切 他根本就不管我们了 我看到了吧 我给脑子贴着要甩甩 现在已经是五分钟以后了 这黄猫还不给我们停 我真的 我跟你讲道理没用的话 你乔斯哥还略懂一点拳脚 黄猫你真是哥 Thank you 这个完了 哥们又去操作这个去了 我的天哪 这哥们好厉害 什么都会一点 我去 这个还有这种 天哪 超级无敌大摆水 我的天哪 上吧 确定哪了 我去 华鞋 我超 好强 这个稳当啊老店 我靠 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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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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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地球的重力我感觉到了 啊 啊 啊 这结束了 哇 我手机要发麻了 我的发 哇 以前我是没得选 我有得选我真的不讨历做旅行波子 哈哈哈哈 再看这边 这又是什么高科技 这换了很多人在跳 这个成品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 应该亚洲舞王出场啊 玩完了再到辉老婆边上来休息一下吧 你们看 现在的辉老婆多漂亮啊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这是一个有签约仪式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的现在预算还剩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非常神秘的项目 签了这个就代表什么了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开始爬山了 我们已经从海拔800米上升到了1230米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的海拔上升到了1660米 我们爬上山头 现在我们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你等着什么呢 赢 好吗 对 非常好 风真的能把人带起来啊 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我又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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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吗 老鱼跟我们脾行 我前几年我看了一个新闻 就说一个六十几岁的 美国老头 终其一生都不相信地球是圆的 于是他造了一个火箭 在六十几岁的时候 飞上了天空 想看一下地球到底是不是圆的 最终不出意外他失败了 很多都在嘲笑他 但是你知道吗 我看到有顾莫名的感动 我不知道我在感动什么 知道了我飞到了空中 我才知道我在感动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一股力量 驱动着他 不断地前进 不断地飞而扑火 他扑的那团火到底是什么 那团火就是我们的好奇心了 因为有了好奇心 我们走过了石器时代 我们发明了火药 发明了指南针 活字印刷术 发明了造纸术 我们经历了文艺复兴 我们来到大航海时代 我们经历了第一次 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1969年的时候 我们登上了月球 现在进入了21世纪 我们正在不断地向火星发起冲击 你知道吗 无论种族 肤色 信仰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我们救护人类 我们不断地在超越自己 我们是这个地球上最有神性的动物 我们无所畏惧 看到没有铁子班 地球真的就在脚下了 呼呼 这世界太美了 不是吗 呼呼呼 等风来了 我就像老鹰一样在天上盘旋 然后看着这个大地 看着这个城市 呼呼 老公 哈哈 你们的男人 哈哈哈哈 哇 这不是你的男人 哈哈哈哈 没有 这不是你的男人 哈哈哈哈 错老公了 接下来我预判一下 强势现在肯定在整些什么烂活 然后整些豪言壮语 然后教练做特技的时候 他就会 他就肯定喊 妈妈 我不要了 我要回去 哈哈 阿丹 拍摄了 哈因祭 呦 我要吐了 啊 我也忘记了 妈妈 我 Norma 爱泪俯 哈哈 撥吐 吐 我害怕 我的天啊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我们住宿附近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还剩点预算 最后我们再来整个好的吧 来一个苦瓜炒蛋 再来一个鱼香茄子吧 最后再来一个海带粉丝汤吧 茄子们猜中一路来起来 铁汁鲜吃 没搞错啊 来来来 尝一口 爽 味道不错 刚开始进尼泊尔的时候 你会觉得尼泊尔只有贫穷 但越走到后来就越觉得这个国家越来越精彩 我总结一句就是尼泊尔真的太好玩了 是的 所以我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我觉得它肯定还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 铁汁鱼别废话 带来个热门 想远来 所以我们的故事就是这里作为结束吧 最后我们来报一下目吧 老婆 我们是刘乔斯 今天是我们百国旅行的第715天 我们现在在尼泊尔的波卡拉 最后我们会陪你走过 六年的时光可真 干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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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